素颜也能保持透亮发光肌的秘密 今天就用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化妆也一样能光彩照人 我之前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黄皮时期 然后几乎把市面上很多什么成分的产品也都用了一遍 然后发现一个温和超劲道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先去黄 我们把因为熬夜晒太阳导致的黄气暗沉先赶跑 然后代谢掉那些暗沉的角质之后 皮肤就会自然而然透亮 我再用的就是HBM的发光水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它的时候 我以为又是什么割韭菜的产品了 后来是有一次我在测评查成分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熊果干跟光果干草跟提取物呢 是可以一直暗沉从源头生成的 然后我以前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就去抹修上去查成分 然后就又看到了这个发光水 而且它牛在还附配了以GVC 说实在成分是不能造假的 一瓶爽肤水这个价格赶加这么多大老成分 我也很惊讶 就想看看说它效果到底有没有这么牛 就一定要自己试看看 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 就有一说一它的提亮效果真的肉眼可见 而且肤感很好 我是昏干皮 上脸之后呢 感觉TG很清爽 脸颊也很水润 我平时赶时间的话呢 就这样轻拍 时间充足呢 就会去做个湿敷 我个人感觉湿敷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一点 三到五分钟 然后接掉湿敷棉脸 就是这种透透亮亮水当当的 坚持用下来 无论是我现在素颜出门 还是上镜 真的都没在怕 好啦 最后说一句 大家在种草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对待 就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再买 已经谁的钱都不是打风刮来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浪客视频呢 就记得给我点赞 还有什么想看的呢 记得要留言给我 那就是这样子 拜拜